今年5月,以电动机车起家的GoGoro 发表旗下首款电动单车产品GoGoro EO 这款产品的极轻量、快速、明节等特色 将成为GoGoro,踏出台湾市场 打入欧美消费市场的最新武器 究竟定价将近台币12万的电动单车 能帮助GoGoro写下国际市场的首篇成功章节吗?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宜珍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链接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6月25号 由FC未来商务所撰写,并刊登在数位时代官网的文章 几年前,GoGoro曾将电动机车以共享服务的方式试图进军德国市场 然而最后因为欧洲较无其机车的文化,加上充电站的服务范围有限 导致GoGoro首个国际梦想以失败作收 今年5月,GoGoro为了进军国际 推出旗下首款电动单车eo 将电动机车产品中的马达与电池技术延伸应用到自行车上 GoGoro执行长陆学生在与外媒访问时说到 eo是专门为了城市单车主设计,性能犹如汽车界的跑车 在外形方面,eo材无力管车架设计,车架更以克维拉纤维与碳纤维复合材料所制造 将整台车身的重量压缩至12公斤左右 相较于一般电动单车18至22公斤的重量 eo的重量的确为单车歧视在穿梭地铁站、基督公寓等生活情景带来更高的携带性 在功能设计上,GoGoro设计了智慧连线动力系统 GoGoro eo SmartV 运用扭力感应器来侦测骑士的踩踏力道 并及时输出踩踏阻力 来减轻洗脚大车整体所需的力气 此外,eo也提供两种行程模式 提高辅助动力、拉高行程速度的运动模式 以及延长续航力的eco模式 eo的车身电池也采取快速充电电池 宣称架上驻车充电器后 约2.5小时就可充饱电力 价格方面,采取碳纤维坐管、车把手与轮主的eo ES 整体重量较轻,为11.9公斤 要价约13.7万元台币 而采取铝合金坐管、车把手与轮主的eo 1 重量较重,为12.5公斤 要价约11.7万台币 GoGoro eo系列单车 将攜带单车界跑车款的售价与特色 与今年夏天正式与台湾、美国与欧洲市场贩售 成为GoGoro最新跨出国际 攻占欧美市场的武器 究竟他们的单车策略能不能在当地取得成功呢? 根据国际市调机构Future Business Insight最新数据 全球电动单车市场持续成长 预计会以年复合成长率24.5%的速度 至2026年成长约13.6兆台币的国际市场 其中欧洲更因为各国积极制定法规减少坦摆放 加上整体人民消费活动积极地致力环保永续 因此也是电动单车最大的市场 的确无论荷兰、德国或是瑞士 上班上课都习惯单车代步 甚至连下着低温胖头大雨的冬天 住在阿姆斯特丹的人们 人会穿上严谨防水的雨具以单车代步 因应这样的文化 这些国家遍布的脚踏车道也已经设计相当便利 称教于传统的脚踏车 电动单车的马达省力功能 让更多中老年人住在山圈上的居民 以及后面拉着一至两个小孩拖车的父母们 都能够透过电动单车 轻易地穿梭日常城市目的地之间 此外在一般的阳光周末日 骑着电动单车前往郊外短途旅行 目前在一般瑞士的城市道路上 每三台单车就有一台是电动车 而在德国 当地人更有在夏天进行单车长途旅行的习惯 沿着单车道路欣赏美景 跨越好几座城市与乡镇 最后再把单车带上火车 不用骑乘重复的路线 搭乘火车回家 在这种情况下 Gogoro的轻型电动单车 确实符合单车族的需求 可以把单车扛上火车 今年欧洲各国爆发新冠状肺炎疫情以来 人们刻意减少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也帮助电动单车销售成长 在欧洲单车品牌相当多 消费者选购的重点 除了外观设计以外 就是推动单车前进的马达以前品牌 举例来说德国博士引擎的高效能 就相当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英国摩托车品牌凯旋机车 就在这个月宣布进入电动单车市场 推出席下首款电动单车 TRACKER GT 号称提供速度、强力马达、长效电池 让消费者靠着这台单车 就能抵达每天想要去的目的地 TRACKER GT重量约24公斤 要价约10万台币 整体来看 一般的电动车价格 介于2000美元至4000美元之间 把价格设在高端市场的Gogoro EO 或许能透过它智慧动力系统、快速充电、低重量的特色 获得高端市场消费者的支持 然而,由于大部分欧洲消费者对Gogoro这个品牌不熟悉 如何透过通路商配合、结合行销讯息 来说服高端消费者愿意掏钱购买 将会是Gogoro进军欧洲市场的最大可提 此外,Gogoro也将在欧洲推出一套电动单车生态系统 Gogoro会把自家结合电动马达、各类感应器以及单车电池的EOS SmartWheel设计 开放给其他单车公司使用 就如同Gogoro在台湾把自己的机车电池系统开放给YAMAHA、 宏家腾等机车厂商一样 即使中端消费者不认识Gogoro单车品牌 Gogoro仍然有望透过其他脚踏车厂商 让自己的EOS SmartWheel系统建立起与欧洲消费者的连结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啦 欧洲已经有类似的系统厂商 只不过他们主打便宜 整体电池续航力较低,品质也较低 Gogoro有望在这样的市场中建立起高端定位 换句话说,如何说服其他欧洲脚踏车厂商 采用EOS SmartWheel系统 将会是Gogoro在欧洲市场的第二个努力的课题 如果你是深爱Gogoro的粉丝们 可以持续关注他们的动向哦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进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吧 焦点观点Plus,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宜貞,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